話說娜姐在到新期飾演孖山姊妹 為了查案減暴妹妹身份 竟然門天過海 跟妹妹共享男朋友和男閨密 更離譜的是 身為黑客的男閨密 在第三集就揭發了娜姐的冒牌貨 我根本不是洋氣 我記得你一向都不會買這隻你的杯麵 哇!居然排妹麵 又吃得出下面人的真實身份 難道你已經熟悉了娜姐的蝦麵 即是她煮的麵的味道 而身為警察的男朋友 至今都是一頭沒水的 你究竟是沒有 你究竟有多少東西壓著我 楊希 男女朋友 這些東西可以拿出來說 雖然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幫你放心 我不會問你 還是你想借一些衣食姐妹當 不過 根據思索先劇透專家分析 實現黑客閨密的朱鑑賢 其實根本是全劇的NPC 每次娜姐查案有什麼奇難雜症 她就會自動開掛 嘩 路邊CCTV 警局電腦 大集團商法 只要娜姐一聲令下 說Hack就Hack Hack了 Easy 索色進入警察總部 密碼都不用 一坐位就直接開工 全面推動的情 簡直就是神劇金手指 話實話 又查案又起底又盡 警察有沒有出發薪給她 這麼厲害呢 有沒有你脫下俠思索 順便Hack入我們公司的電腦 我想加薪 成功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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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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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